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立陶宛新政府是否真的能与中国修复关系 这个位于波罗的海的小国 曾经应与台湾的密切联系而成为北京的激烈批评者 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帕鲁卡斯希望正常化双边关系 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将面临重大的考验 然而,观察家们对这一转变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段关系已经无法挽回 在贸易被中国封锁、国际紧张局势升高的背景下 立陶宛真的能够走出这一困境吗? 而新政府的决策又将如何影响该国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立陶宛,这个波罗的海的小国 曾应与台湾的密切往来而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眼中钉 如今,随着新政府的即将上任 立陶宛似乎希望修补与中国的关系 然而,这样的愿景能否成为现实 却引发了广泛的怀疑 立陶宛的政治舞台上 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精陶塔斯·帕鲁卡斯·金塔德斯·帕勒卡斯 在筹组联合政府的过程中 表达了希望正常化与中国关系的意图 在接受国家广播电台LRT的访问时 他表示,我们希望拥有正常的关系 尽管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不尽如人意 但在经济和外交上的讨论仍然在进行 他进一步指出 前任中右政府允许开设 台湾代表处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外交错误 这种言论显示出帕鲁卡斯希望修复与中国关系的决心 但他也谨慎地表示 我们不能预测中国会有什么要求 我们也不清楚实情 立陶宛总统吉塔德斯·纳乌塞达 Hitana Znosta也对此表示支持 他的办公室发出声明 中国与立陶宛的关系应基于相互信任和国际承诺 总统支持关系正常化 但这必须是双方共同利益的反应 然而,历史的伤痕犹在 因台湾代表处事件 立陶宛被中国从其海关系统中移除 导致出口商无法将货物运至中国 这也激化了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北京指责立陶宛违反了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 并驱逐了立陶宛的外交官 欧盟则为立陶宛辩护 表示并未违反政策 并因此对中国的贸易禁运提起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诉讼 面对这样的背景 立陶宛对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有实质性的转变 仍然是未知数 尽管有传言称 下一届政府可能会结束这场外交风波 但观察家和部分党内人士保持怀疑 帕鲁卡斯强调 他将与中国谈判 但绝不会屈辱自己 然而,除了更改或关闭台北办事处外 选择似乎不多 但这样做可能会激怒台湾 毕竟台湾已成为立陶宛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立陶宛政策分析所的地缘政治分析师 马里乌斯·劳里纳维丘斯 马里斯·罗里纳维丘斯 指出 中国对我们已经无足轻重 对我们来说 中国现在什么都不是 这位分析师强调 贸易几乎崩溃 因此有一部分人认为需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但他质疑这一必要性 社会民主党的副领导人 刘塔乌拉斯·古金斯卡斯 也表示 对中国的政策不会有重大变化 他指出 这必须放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来看 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不明确 与莫斯科的合作损害了其在立陶宛的形象 如果现在改变政策 人们会怀疑是在为俄罗斯工作 此外 美国政治局势的变化 也可能影响立陶宛的外交决策 唐纳德·特朗普如果在明年1月重返白宫 可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而作为立陶宛的安全保障者 美国的立场不可忽视 古金斯卡斯解释道 特朗普对中国持反对态度 在立陶宛 转向中国是不理性的 帕鲁卡斯的观点 可能并不被他所在的党派内所有成员所支持 下一任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多维尔 萨卡利耶内 Davosakini 对中国持强硬立场 并因为支持类似欧盟的行动 而遭到北京的制裁 劳里纳维秋斯表示 官员们可能不会在面临艰难的政治局势时 急于改变政策方向 这是一种对重大变化的保障 他们的开始如此糟糕 以至于无法承担任何会引起过多关注的事情 因此我不相信他们会向中国提出重大让步 立陶宛的政坛 因社会民主党试图与英极端立场 而被驱逐的民粹主义政党纳木纳斯曙光 Nemnastan 组成联盟而引发争议 未来的立陶宛政治和外交走向 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 仍充满不确定性 立陶宛究竟会如何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航行 值得全球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修复关系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出现裂痕或冲突后 通过沟通 理解和妥协来恢复和改善关系的过程 它涉及识别问题的根源 表达情感 寻求解决方案 以及建立新的互动模式 以实现更健康 更稳固的关系 修复关系不仅适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适用于团体 组织 甚至是国家间的互动 修复关系的背景 通常与自然的人际互动复杂性相关 无论是亲密关系 工作关系 还是外交关系 冲突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修复关系的过程 需要双方的投入和努力 并不是所有关系都能被修复 然而通过修复关系 不仅能解决当前的冲突 还能增强未来的互动能力 提升人际关系的整体质量 修复关系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 在家庭、部落和社区中 修复关系是维持社会和谐和合作的重要手段 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 对修复关系的理解不断深化 形成了各种理论和策略 如非暴力沟通、调解和仲裁等 这些策略的共同目标是 促进理解和彼此的尊重 以实现冲突的和平解决 关于修复关系的数据 研究表明成功修复关系的关键因素 包括有效的沟通、同理心、承担责任和愿意妥协 据心理学研究 开放而诚实的对话 能够显著提高修复关系的成功率 此外 调查显示 修复关系后的人 普遍报告更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修复关系 不仅对个人幸福至关重要 还对团队合作和社会稳定 具有深远影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